我国已经连续7个月减仓美国国债了 在5月份持有美债破万亿以来 现在又继续减仓 现在已经到9678亿了 为12年来以来的新低 我怎么看这件事 第一 大家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自媒体 或者普通的媒体带偏了 认为这是我们对美国的经济失去信心 或者说这是交响了美元霸权的警钟 长期来看我们是要去美元化 但是残酷的现实是 今年这7个月抛售美债正是相反的原因 我以前说过美债的形成其实就两个方面 一是我们的贸易顺差 二是海外进来的投资 这些美金变成了央行的护债 为了挣利息被央行买成了美债 如果真像这些自媒体说的 我们为了打压美元霸权 或者去美元化 主动抛售美债的话 那么这些抛售的钱呢 要么就是现金美金留着 要么就是去买了黄金 或者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或者债券 对吧 但是大家看上半年 我们的贸易顺差 是差不多1691亿的美金 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黄金储备是什么样呢 黄金储备 我们今年是跌的 外汇储备 今年也是跌的 而且黄金和外汇储备都创下了至少一年来的新地 所以说这里面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 国际资本加速流出中国 央行被动通过卖出美债 给这些人换汇 今年的加速抛售美债 就是资本加速触逃的表现 体欠了美元的强势 不是什么好事 第二不光我国一家在抛售美国国债 大家看这个图越红代表减持美债越多 越绿代表增持美债越多 今年东亚国家包括第一美债在全国 日本都在减持 然后东南亚的国家 泰国和越南也在减持 中东的国家基本上也一样 沙特以色列阿联酋都在减持 伊拉克是在增持 欧洲的国家就有些两极分化 爱尔兰 卢森堡和波兰在减持 比利时 法国 瑞士 德国是在增持 这些减持的国家 我认为和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说明美国这次加息 和往常的加息是一样的 都是在割全世界 最后一个问题 这次抛售美债 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美债收益率 最近一个多月是在下跌的 大家看 我觉得抛售应该就会慢一点 不过我感觉 向我国和日本这种 利全球加息步伐 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国家 抛售美债或者说国外资本的出逃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其实外汇储备 美债储备 这些都是维护我们人民币汇率的基石 今年的人民币汇率呢 整体呢是在 然后最近的央行降息呢 就跌得更厉害了 大家看 怎么平衡国内利率 汇率和外汇储备这些关系 打赢这场金融战争 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